那當然是掉了 都不用打了 對啦 好 來了 好了 最後一節 宿閣時報 先說明 今集是我們2016年的最後一集 因為Johnny下星期不在這裡 我下星期都準備去日本 變相了今集是我們最後一集 我們就這個Best of 2016的特輯 一集埋過尾 我們還有什麼項目需要說呢? 其實有很多我們 很多啊 但是可能有些小的 我們就大概說一些題名就算了 比如比較小的ID的 可能最佳選手啊 不是 最佳選手是說了 說了 進步選手 進步選手應該是 最佳進步選手啊 就是叫做新人嗎? 進步選手就不同 新人還是新人 進步選手還是進步選手 那我打算是兩個吧 然後有最佳評述員 最佳團體 最佳電視節目 最佳預約 最佳Pay per Bill大會 還有最佳故事線 即是那些feel 那些 是的 最佳feel 當然最佳比賽 現在是最重要的 OK 先說了一個最佳進步選手 這個要開一下腦 我腦裏面有的人不多 我唯一一個想到的就是 Matt Riddle 其實有很多日衰那邊 上一節都說過 Evil 是 是 Evil 這一個要 Sanata也是 之前真是 很差很差的 Gimmicks上那樣 但今年雖然Might Skill是沒有的 但表現上也好很多 這兩個 我一想到進步 我今年一直都很想說 我想提一個 馬沙不公 馬沙不公 為什麼你會這麼留意到他呢 因為馬沙不公 以前就 我不是看得太多 但今年好像 是NOAH的 是NOAH的 但是今年 他的表現比較多 和突出 OK 所以我想到這個馬沙不公 有 WWE那邊 哈哈 最佳退步 有人跟我提出過 Bronny The Strowman Bron Strowman 是有進步的 是有一點進步的 但是問題 他的進步程度 是不是真的 令我覺得 我真的喜歡看的人呢 剛剛看了上個星期 他對著Sammy Strowman 那場不行 OK 所以我放不放Bronny The Strowman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OK 那麼 還有哪些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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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呃 其實應該還有 呃 Outreach那邊 我想到一個 噢 Donathan Handjack Yes Donathan Digest 噢 對不起 Donathan Digest 這個我覺得他今年又是 其實他算不算新人呢 看回他什麼時候出道 Donathan Digest 他可不可以再歸納新人呢 我要重量檢查一下 阿Dijer 他是什麼時候出道 我突然醒不起他是什麼時候出道 因為 等等 因為他又是 新新的 又不是太新的 因為我記得很久之前 我已經見過他 Donathan Digest 呃 我現在很快就重量檢查一下 Dijer是 一三年出道 那不行了 噢 OK 所以新人至少是一四 或者一五年出道 對 一四、一五年左右 對 那就 噢 不行了 但最佳新人那一方面呢 呃 最突出的只有兩個 OK 一個就是Leo Rush 另一個就是Matt Riddle 我可以跟很多人說的就是 呃 我 我 那次我在NXT Party那裡 我跟很多人都聊過這個問題 十個有九個都跟我說Matt Riddle 嗯 而Leo Rush 我不是說拉票 OK Leo Rush 他擂台表現是很好 OK 但是我不想說 他只是擂台表現 就是兩者擂台表現 就是擂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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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擂台表現 因為兩者的風格非常之不同 好不同 很不同 Leo Rush 就是很快 而 而 Matt Riddle 就是很技巧很精準 那一種 的風格 所以兩種風格 你跟他 就是兩種風格 大家互相硬去比較的話 你真的會擂台表現 但問題是 有一件事 我覺得 Matt Riddle 做得Leo Rush 比較好 就是 Matt Riddle 有角色 那個 Hey Bro 那一件事 是真的做了 那個角色 是做得很突出 而是 如果你說 說 Wrestling 裡面的所有 比如說 Ringwork 然後 然後 Character Charisma 這件事 嗯 嗯 現在有很多人都 我自己都會認同 就是 Matt Riddle 是自 Kurt Angle 之後 是 一個最快 可以得到 這所有的事情 的 因為你 你記起 那時候 Kurt Angle 剛剛打完奧運 一進去WWE 那時候 他 好像 由零一百 只需要大約半秒 那樣 就好像發雅利出道 那樣 很快就得到 所有事情 而這件事 我們現在 是在 Matt Riddle 身上是看得到的 他又說 Kurt Angle 當年那一種 這樣的情況 他一進來 就馬上很快 很短時間 得到所有事情 而 Leo Rush 他Ringwork 是好 但好像 在角色上 他好像不是太突出 也是一個非人 當然 他真的是一個非人 但是 除了一個非人 之外 你有什麼 覺得他很獨特 角色上 有些很獨特 你又說不出 但是 你一見到 Matt Riddle 你就會 立即跟他 Hey Bro 一個很Chill out 的 角色 這就是 Matt Riddle 最突出之處 嗯 OK 接著還有一些 最佳旁述 嗯 最佳旁述 這些 最佳旁述 最佳旁述 比最差的 那麼 一定有提名 這個 到了Smackdown的 Maro Morello 對 不知道他還有 多少時間 只剩下 Maro Renado 是嗎 他走了嗎 我聽到很多 我聽到很多 他也開始受不了 呃 怎麼說呢 就是 你 有條 你叫做 Fence McMahon 在你的耳邊 不斷暗暗沉沉 而他自己 本身也是 幾 不懂怎麼說 就是 你很難受 OK Maro 他去過這麼多地方 由 show time boxing 跟著你 SSTV 做很多地方 他也做得很出色 而是沒有人 會給他那麼大壓力 而現在 你走去 Smackdown 你有一個人 叫Fence McMahon 在耳邊 在耳邊 暗暗插 是一件很難的事 一件很敏 很大壓力的事 OK 而且 但是 疑似 Fence McMahon 都不太喜歡他那種 旁述手法 那就好 走 反正 Maro 都不是沒有你 WB不行的人 他大把洞路 他大把洞路 只不過是 SSTV 那邊他沒有了 他跟Bass Root 那個節目 好像早前 修好皮 就 不知道 但是他仍然有 show time boxing 即他仍然可以 報 boxing 他可能 看看MMA 又 不知道哪裏 找他來做 都可以 這條一定 一定有洞路 OK 有料不用怕 有料不用怕 但是 除了Moro之外 還有誰 WWE我真的不想再說 沒什麼 其實還有一個 其實還有一個 你講NXT Corey Graves 對 紋身 紋身佬 是的 Corey Graves OK的 他是比較 做到有角色的 他還是保持到自己 之前打出各種性格 去做一個旁述 但是 我不知道 我覺得他講的東西 其實還是很 嘴嘴 嘴嘴 嘴嘴叫他講什麼 就講什麼 我反而是 MARO MARO 他真的 他現在講的東西 其實跟SSTV講的 其實差不多 無論是想表達的東西 各樣東西 所以 如果他兩個比例 是有距離的 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們以MARO MARO 是一個準則 其實他還沒到 他還沒到 但是提到SSTV 這兩個不可以不進了 JR JR 和George Bond 是 鐵打 這兩個 上年 上年他兩個都進了 今年 不進不行 還有 真的 新日本的 比賽放到 在他們兩個手上 是 用回英語 來解釋整場比賽 和故事 令到北美洲觀眾 近年開始想看新日本 但是又 真的不懂日文 但是又很想明白 劇情 所有事情 你看看JR 最好 還有一件事 忘記了提及的 就是 新日本 今年的 WRK11 會做一件事 就是 會在SSTV 做播放 我先打開日曆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 由 1月13日開始 如果沒有記錯日子的話 大約是分三集 哦 如果你想聽JR旁述 WRK11 你就要看SSTV 對 等一兩個星期 他時候也要做一些 事後製作的事情 就有英文旁述 但是呢 直播當日 也有英文旁述 依然會有 Kevin Kelly 和 Steve Carino 來做 他不是離開嗎 他還沒離開 他那份約1月才到期 或者最後一尾 最後一尾 不知道 我上星期也說過 Irrish打算和 Steve Carino 去聊 嘗試玩流 Steve Carino 反正現在 你不見了 Nigel McGinnis 那 他們不想再不見一個 因為 走這兩個 就沒有了 Kavin Kelly 另外現在新的那個 我都不記得 他叫什麼名字 那個人 是啊 我怕他去找那個 口水佬回來 那個什麼 Mike Stryker 嘩 5點 口水佬經常亂說話 即是說完 歪理 又說完 很奇怪的比喻 其實Luton Underground 他說得很奇怪 他滿意的 Math Stryker 反正他們也未必找到 未必找到 Math Stryker 因為 Math Stryker 是跟 這個 這個Array Network 有約 Math Stryker 所以他未必找到 Math Stryker Math Stryker 一定進入我們 全年最差的 龐淑然之一 他一定進入 他一定進入 G1而已 他未必輸的 因為一天有JBL 一天都有人展開他 不是 今年輸過 Fundering和台灣那個 台湾 我沒有聽過 但我那個 你電視台那個 不是 就是 楊正雷 除了他 OK 那 還有什麼 龐淑原來 日本那邊有沒有 日本今年沒有 訊息了很多 因為 沒什麼突破 因為 之前現在是上天平的表現 今年都差不多 好像還少了給他龐淑 所以其實 因為現在日本好幾個龐淑原 所以其實 沒有之前那麼大反應 所以今年我日本 我沒什麼 怎麼比 那下一個項目 我們去哪裡 最佳預訂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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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說真的一句 如果 我們學這個 Russian Observer 這樣 把UFC放進去的話 我會容易些 因為今年其實我不是說 我未必真的 這麼想被新日本 斜到外面 我不會給 我覺得他很優秀 應該做的 又不做 做的事情 很奇怪 又有這麼多 re-match 反而我會給 呃 我給不給一件事 總之 入選的 一定有幾個 第一就是NXT 一定是 一定是 因為他 其實今年也有大考驗 他今年的預訂 好像不是去年的預訂 不是 不是 但我們當成是TripperH 是的 因為他那種考驗 就是其實他真的 今年一下子多了很多star 是的 但他都用得挺好的 那些star 他應該用的就用 上不了位的就 買密卡 是的 而且他做了很多事情 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他把過時線 可以拖到很長之餘 你又覺得 都可以的 就不會說 好像 WWE 你打兩回血 已經打到死 那當然他 本身的節目的優勢 就是他一個星期一集 那 所以其實NXT 一定是其中一個 我自己覺得 那 如果你要再 我再說多一個 其實RH那個都可以的 不行 RH不行 RH不行 因為RH那個 不是說他差 但是他真的 弄得 RH那班 選手於士氣 很低落 是的 預訂卡也要加上士氣 我不只是故事線 對 是的 即是你 沒有辦法 即是在故事線上面 或者你所有安排上面 可以整頓 整班選手的話 Hunter Johnson 我今年真的不想放 雖然說我今年 我未至於說 我真的想被愛道贏 但是你一定會放到愛道 OK 你一定會放到 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我個人觀感 我個人意見就是 如果我把UFC放進去 今年的最佳 一定是UFC的 Joe Silver OK 但是如果我上了手扣 我不能放到UFC 那我 我個人來說 我還是依然還給愛道 我也是 嗯 因為你要想想 一件事就是 沒有了 中入A.J.帆福 和Bullet Club 那兩個 OK 他在有限的 其實也不算很有限 但是他在他手上有的資源和人的情況下 他依然可以做到 今年 新日本的 他們那些 的 attentance 做得非常之好 之餘 而今年的 新日本的 他們的業績 是 financial做得非常之好 而他們早前在兩國國技館那一場 好像是 彭喬 不是 不是彭喬 OKADA 打遠藤那一場 是破了他們 所謂的 所謂的 叫做 non-G1 climax 的 兩國技館的 入在陸紀錄 而那個紀錄 就算是 在彭喬 第一 即是 第一 主持人的 那個年代 都沒有這樣的 attentance 嗯 所以 今年外道 其實都是有成績的 他的成績 是不可以 不提及 也不可以 overload 其實 嗯 OK 好 好 接下來還有哪些 沒有啊 博卡 今年很多團體 都沒有什麼大事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下一個項目 我們去 一個叫做 Promo Promo 就是團體 不是 Promo 就是說話 最佳Promo 哦 這個反而 這個反而 這個反而多選擇 呃 有些我們之前說過的 就不解釋 但一說你就知道 一定要入圍 譬如 哈利 Chris Janko 一定有的 你沒有反對 是啊 呃 我想擺 誰啊 呃 內藤折折 他要擺 是啊 OK的 呃 安蘇 安蘇 啊 無論如何都要 他的泡泡真的可以 呃 他大熱門 其實今年 哈利 波希文我不想擺 不是 波希文我不擺 波希文我也不擺 很退色啊 波希文今年 嗯 沒有突破 都是這樣 是啊 真的沒有突破 都是那些事情 是啊 其實 有一個我想擺 但是我覺得好像 有幾大爭議 但是我覺得 放下去純粹是鼓勵他 說出來 就是A.J. style 啊 他推廣進步 他推廣進步了 他推廣進步了 有些大動性 他的推廣今年 尤其是可能他去到Smackdown 他都知道 我自己是第一名 我放一些 做多些事情 就是 叫多些卡票 那些事情 是比以前多很多 甚至乎他生日本 基本上 沒什麼怎麼做 但是今年他做了很多 主動去做一些 什麼 The Face The Run The Place 那些 對 就是這些事情 找什麼Bit Up John先 就是這些事情 他做了一個大頭性 哪怕 他可能做出來的效果 真的沒有Chris Jericho 那麼高 或者沒有哈利那麼高 那麼多人說 但是其實 我對於這個 如果我看Smackdown 其實我覺得 發現Smackdown最好 就是Cut Promote最好 就是他 這樣就不是了 Cut Cut Promote最好 不是他 是誰 如果E.T.O.我們不提 我們一定會被人罵 The Mist 對 差點 那麼The Mist也要放 對的 OK The Mist還回到大日本 他是 他跟Anson Amore 都是大日本 OK 對 對的 你自從 跟Denry Brown 玩過一件事之後 就爆了 現在 都還有人 提起她的 剛剛上星期 Smackdown 還對著Renee 又爆 不是爆肚 就是 拿一些真東西出來 玩 現在 Renee 也會 Renee 也會走劇情 Renee 也會走劇情 Renee 一巴掌就打過去 有些人就以為是 射擊 真的 真是 不是的 是劇情 OK 就是 Promote的 就這一堆 OK 然後還有些什麼 你講題目 還有什麼 最佳故事先 對決標 最佳對決 今年有哪些呢 有一個 雖然你可能給她贏 或者她的做法其實有點差 但其實 在一年裡面 她真的做足了一年 是嗎 就是這個Sasa Band vs 這個Sasa 不是啊 我覺得她有很大機會贏 是啊 因為她真的做足了一年 因為她 她從年頭開始 開始 然後由Renee 打 然後她有打的 就是Triple Grade也算是打 然後一邊拖 一邊打一邊打 打到有些雙 雖然又回來繼續打 然後又Brain Speed 那樣東西 打到現在12月都還在打 就是你想想打一年 這個故事先 那哪怕她可能 她的比賽 如何處理那樣東西 這個後話 但起碼她在表達上 她真的可以在WWE這個舞台裡面 她真的可以在表達一年 還有女子 所以我覺得 今年 我一想到的 感覺就是 這個 就是Sasa Band 對這個Sasa 不是 說真的一句 她大部分的比賽都很好看 其實就是 即是 Restlemania打過 她 對 對 那個就是Restlemania Match of the Night 對 對 女子拿Match of the Night 是一件好事 即是不要覺得 連女子也有 你不要這麼看低女子摔角 現在女子摔角很好看 你知不知道我這個星期 我是完全沒有心機看 WWE 什麼ROBLO 我沒有心機看的時候 我去看什麼 我看Stardom 我看Stardom 我看了整個星期 好啊 好啊 我看子女 EOR 小身 看阿寶成啊 岩曲麻丘啊 接著好有些新的 manifest 美央紅海啊 不是 那不是, itu 美 tiếp紅海啊 Jungle叫女啊 然後有些 呃 就是外來的 我我é 我記得是一個 等一下 那他叫什麼名字呢 那他叫做 噢 我突然醒不起來 那個女選手 我看過一個女選手是美國人 工價很硬 很棒 但我突然醒不起來 但我在Facebook我才提起 其實那個名字挺容易讀的 我突然不知道是不是喝了幾口酒 是甚麼Store 啊 是 Tony Storm 是呀 Tony Storm 打過英國和Pollyanna 對呀 我有看過那場比賽一半 我未看過 但是 Tony Storm 還可以 我覺得你現在WWE要選手 你不要簽紫雷 你不要簽寶城 你都會簽 Tony Storm 很漂亮啊 Tony Storm的樣子 如果都可以的 不差 OK的 但只不過是厚肉了 對呀 屁股很大 我最記得他的屁股很大 有這些女子選手是OK的 Sasha Benz 和 Charlotte 這個就一個 還有沒有甚麼呢 我在想 Kenny Omega 和 Okada 放不放進去 雖然還未賣尾 但他們也算是一個頭 而頭也算是挺有火藥味 你也可以的 放進去 叫做 Honorable Mention 然後還有些甚麼呢 如果你計算的 其實 Lost in the Labis 對 Kaos 那段其實都OK的 就是說是由你... 從四月那個什麼 Inflation attack 一直到六月的時候 打到那個什麼... 那個大阪城那個 其實是OK的 中間他們真的會有勝負 由大哥對大哥 不過我略嫌是太短的 你只有兩個月 然後你就要 內藤把那條鞋子拿出來 我覺得 真是... 到陷了 之後你的內藤就變成 轉去跟 Michael Elgin那些 所以其實 我覺得不夠長 但你都可以 叫做我還記得的 因為中間你... 內藤真的靠那段時間 著了火 他又贏了石井那些 又拿到鞋子 氣勢很厲害 我想到一個 這個是WWE John Cena 和 AJ Styles 都可以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的 我覺得不錯 這個可以爆他 還有 所有比賽都是Great Match 所有比賽都是 故事上 這條Feel 未完 接下來又來了 接下來又來了 這個隨時 John Cena 就真的... 那些人就 要準備Bull 因為16次的 Champion OK 所以就評了 Black Flare的紀錄 就... 我覺得 沒有什麼所謂 我覺得 Number 你拿這些紀錄 你現在Sasa Ben 和Sala都 一個四次 一個三次 就是 這個Number 沒有什麼價值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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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吵來做什麼 算吧 真是 那... Sena 和AJ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沒有啦 你WWE 我又不想放什麼中一 什麼租 其實真的不太太 你真的... 我會放下去 Honorable Mention 因為始終他們... 做這一段Feel的時候 真的吸引到一些粉絲來對待 的 所以... 是有吸引性在這裡 所以這個我無論如何都會放 即... 贏不贏一回事 但不放我們又會被人罵 OK 我想... Seth Rawlin 對... Kevin Owen 算了 讓你放進去 可以了 放進去 OK 放進去 但這個是綁木娘子 對我來說 OK 沒辦法 因為... 整件事太拖 又不是太吸引性 但你真的有 你真的拖了很久 那我... 你又怎樣 不知道 我不放進去又不知道是否 放進去又不知道是否 那就算了 隨便把你放進去 但你也不會贏的 我... 不會贏的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也是覺得是 對 不怕就爆了 OK 接著下一個項目 電視節目 TV Show 我們就不會叫TV Show 我們叫Weekly Show 因為有些Show會放在WW Network Weekly Show 翻譯成中文應該怎麼說 電視節目 電視節目 叫做什麼 每周節目 周期性節目 可能是 周期性節目 就是 全年最佳周期性節目 我們有哪些 不要想RAW RAW可以的 我一定不會放進去 Wall SmackDown 都沒有份 不是 SmackDown我可能會放進去 我反而會放... 不是啊 因為... 是有人喜歡看SmackDown的 現在 是啊 是有人喜歡看SmackDown 我無論如何都會放進去 OK 即是... 贏不贏 NXT啦 NXT一定有份 NXT有份 也有三分釘 N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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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就贏也不會贏 因為去年我很支持他 但今年真的差點 不行 尤其是... 一由第二季到第三季 就真的差了 第三季就是掉了 所以... 但是有幾集是OK的 例如Bat Lotus Girl那一集是很棒的 是... 那一集是很棒的 還有他們版本的Wall Rumble 其實那一集都很棒的 是啊 但是... 大部分時間都... 你看到那些預約好像... 好像... 完全不... 是啊... 不知道在做什麼 因為你... 你一個要低標的人 OK 你一開始拍了一些影片 是做到好像是... 很有期待性 就是看了出來... 代表 然後他代表了一場輸櫃 是啊... 我幾次都是這樣 那個... 那個... BJ Black 那時候那個... 那時候那個... 我經常說那個... 450的... 那個... Justin Gabriel Justin Gabriel 是啊... 他代表的時候很厲害 一出來丟第一場輸 很糟糕 真的... OK 你...你這樣來就有Mix Star 大哥 真的... 我不知道 但是... 我點東放一放你 但是... 我... 我... 心目中... 我... 有幾個... 算是熱門的 我先說一個 RH RH 其實今年的電視節目 挺好看的 嗯... 也是的... 因為... 但其實RH... 他應該很好看 因為他為什麼呢 他那些根本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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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拼了來打 是啊... 所以其實RH是OK的 然後...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熱門? 這個不是熱門 是我突然想到的 呃... 其實TNA... TNA Impact 小... 不是吧 其實TNA Impact 今年... 就... 有些... 一些電視節目是不差的 有些電視節目 是OK的 今年 只是... 他... 他後面內部... 但他今年電視節目 其實是不差的 好,我給你擺文 所以這個我會放下去 尤其是他做Final Deletion那幾集 好評的很多,肤評的也不是 但起碼你真的做到那個話題性出來 這個才是好東西 而另外一個表演是真的做到一個話題性出來的 這個我心目觸是另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Cruiserweight Classic 這個你當作是表演嗎? 我其實在想說不說好 這個是吧? 這個是我覺得 我覺得他未必贏,但起碼是第二、第三位 你覺得你心目觸最大的疑問是誰? 我最大的疑問? 如果你平均計算的,就是NXT 但其實如果不用平均計算是 只是計算衝擊性和每一集的精彩程度 那就是Cruiserweight Classic 因為其實今年NXT有很多集電視節目都很滿 其實全部都是scrub mesh 純粹介紹一些選手給選手亮相 即是NXT是很平平的那一集 又不是說差 但他有很多集電視節目都很滿 純粹介紹一些選手給選手亮相 對 即是你又不會說 即是失敗的程度 好像是RAW的那些 是真的你看到你覺得浪費時間的 OK 這些我一定不放的 這些就OK 但是 至低限度 你NXT未去到這個程度 但是你 如果你問我 NXT贏不贏 我會說 他真的未必贏 他的對手是Cruiserweight Classic Arch其實也未必贏 Arch其實 那Cruiserweight Classic 第一件事他集數少 是 追寒性高 因為你真的只有那幾集 就告訴你 我是只有那十集的 結局只有那麼多 那你 電影或劇集也是一樣 哇 劇集有八九多集的 我當然不想看 但是你告訴我只有十集 所有精華的東西 每一集都有 那麼他除了初賽那些 其實初賽也OK 初賽其實他四場 一集他怎麼都有一場好看 他去到八強 大哥 四強更加不用說 那所以其實 Cruiserweight Classic 真是大熱門 今年 嗯 跟著這個項目 我就純粹 我不知道阿Johnny 你有沒有想法 我去年做過 就是全最佳摔角記者 哈哈 我去年做過 去年我給了John Paul 今年呢 提名 我也不提名 但是今年 我純粹做這個項目 我純粹推介一些 就是 就算你不看我們宿舊時報 你看外面的 我介紹你看一個 叫做 Ryan Seaton 即是一個 製造的項目 OK 今年 Ryan Seaton 他搞 我忘記了他 是何時搞製造的 製造的項目 有很多新聞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 呃 今年 即不單止 即今年他的表現很好 明年 如果大家是 追一些 新聞的 其實大家可以多看一些 Pro Wrestling Sheet OK 他總構性幾好 OK 不下於一個 呃 一個叫什麼 Resting Observer Pro Wrestling Inside 雖然 他那些 報道的 數量少 會比 Resting Observer的 笑很多 但是 起碼他每一單都 總確性高 即是總確性高 嗯哼 所以要看這個 好 接著還有什麼項目 Johnny 最佳 你想說大會還是團體 先 團體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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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 所以我說 就嚇死官司的 因為這句話 應該理論上 應該不會在我的口中 走出來 但是今年 我真的不能不持平地說 其中一個候選名單 就是 得得意 其實我自己也在想 可不可以放他 我為什麼說 我要擺得得意 因為幾個原因 第一 雖然他是很沉悶 訂購得很高 但是他今年 也做了很多衝擊 雖然那些衝擊 是有好有不好 但是他真的叫做劃自在 或者叫做突破了他自己去做 第一件事 他真的去搞什麼 Crossway Classic 搞一些很特別的 只是網絡才有的表演 以Wrestling為主 雖然英國那件事 我們是小到混蛋 但是 起碼他是肯做 真的做這些事情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 他真的簽很多 這些很好看的選手 哪怕只是NXT 你想想 其實是今年的事 其實AJ是今年出現的 中一是今年出現的 Bobby Woo Austin Eriks Rossick Strong Tow Muscle Chamber 我再不說這些了 繼續搞下去 數到最後 全部都是今年出現的 你想想 這間團體是 拿了這些人 雖然很混亂 但是他真的做到 他也讓他們上電視 也讓他們打 你說人腳上 他全都贏了 他除了Raw 或者是有些 暗咎保錦 拖下了之後 其實他整體 他NXT打的 或者那些選手 表現是不差的 甚至乎你真的挑剔Raw 其實他也有些好 比如Sara 或者你 Kevin Owen Chris Jericho 這些其實他還是做到 一些迴響出來 所以其實今年 WWE 我覺得他是 如果你說最佳團體 他一定是大熱 當然 他這樣是因為他有錢 對 而另外一個大熱 這是一定的 你新日本 也是那句 他應該也是大熱 但是他今年是比較難贏 因為他今年 很多東西都 固定了 但是他唯一 值得贊 就是他固定 他很快就 振作 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立刻 不行了 但是我們不可以 不可以氣餒 我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出來 變相他今年很多 不利的因素之下 他都 沒有輸給你看 他還不做到自己 應該做的事情 包括 走了中一之後 他立刻把內藤推上去 接著G1 他一樣做到迴響 哪怕去到後期 各樣事情 他唯一是給我覺得 比較差的 就是他臨近年尾 那時候 他真的 那些事情都很黏了 就是去到那個Tag Team 我想他都半放棄 都沒什麼 沒什麼事情 變相他到十一月之後 十一月之後 十二月那段時間 是很靜的 但是你現在 臨時 臨時 其實臨時 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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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覺得不太好 比較冷卻 但是 他也是大熱的 不過你算他跟WDA 都可以爭 還有沒有第三個選擇 我這個第三個選擇 我想了大半年 這個問題 我真的要跟你商量一下 因為我今年都有講了一些 有少少UFC的東西 我應不應該 放上UFC 來做考慮 例如有些 例如 Wrestling Observer 會把UFC 當作是 一間 或是 Sports Entertainment Promotion 我應不應該放上去? 如果嚴格上 我覺得不太好 因為 始終她那個 雖然她的格局類似 但她的比賽內容 或者是 她的本質上跟摔角是有些分別的 如果你說 譬如我們剛才所說的很多 譬如故事線那些 她的故事線是否跟摔角的故事線有比較 就未必過 因為她們是真打 她的故事線是真的 但問題是你摔角的故事線是要演出來的 不 她有一些故事線也是要解僱的 例如 McGregor 有一些故事線也是要解僱的 有些也是 解僱而已 但解僱和她演出來是未必一樣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但譬如你 如果摔角 這是最佳比賽 她一定不能夠候選 因為她們的比賽是不會因為 你也說過 她們不會因為想打得好而去打 她們只是想打贏 所以這件事跟摔角是相差很遠的 摔角是 真的可以為了打得好 我可以打一場比我打一個小時 只要我打得好就行 所以其實 我覺得這幾件事是相差很遠的 所以你說UFC 如果在美國上可能是一樣的 因為你說的運動 可能他們覺得差不多 類似 但如果在我的立場 我覺得有一點距離 如果把UFC放進去的網站 來評價做考量的話 今年的最佳優勢一定是UFC 沒多好說 那是 那是 大哥又去找Boralexa CM Punt 然後他自己 但不是喔 他自己負面也很多 整個天 都 打完比賽又推翻 那個又吃那麼弱 這個又吃那麼弱 他現在的Pay per View 有沒有10萬都成問題 都有10萬 有10萬 有10萬 這樣的質素也 還有人 就算你現在有WWE Network 是 還有 還是 盤著這個級數 都依然是會肯 給50元米金 來看一場這樣的Pay per View 還有的 還有的 起碼還有十幾二十萬人 還在做這些事情 OK 所以 粉絲是否肯定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 WWE其實是挺肯定的 因為你經常在電視節目上 不停串拆一些 現在仍然不買你Pay per View的人 我覺得這些才是 拆中之拆 其實最佳團體還有很多 其實 Revolution Pro Progress PWG 這三個 我們放進去 這三個 OK的 Indie 響丹丹丹 但是他們唯一的輸贈 就是沒有錢 唯一的輸贈 就是沒有錢 PWG 平台小 PWG 錢也不是太多 但是他們也不會 夠膽去搞大 這個沒辦法 那就 我在想 Stardom 放不放 Stardom Stardom 應該放不放 其實Stardom 我覺得 今年沒有去年 沒有提 因為去年他找了李川明 比賽質素 比賽比賽比賽更高 比賽比賽更高 他今天反而是 只要找鬼婆 登腳 其實比賽質素 反而沒有去年那麼高 我去年可能會比賽 今年就未必會比賽 但是李川明醫子 這女兒 是 那時候他Smash的時候 我已經有看過她 她的功能是不下於阿斯卡 是啊 她是 她打了可憐 那時候傳人 九五年出到她 對 已經做學徒了 現在自己又搞了一間仙台Girl 其實 沒有辦法 她搞的 她搞的 仙台Girl 是她做的 就是 那個年代出生的 真的不一樣 真的 沒得我講 最佳的團體 我們有 WWE 新日本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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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多內部問題 雖然今年他做了很多Buds 但有些內部問題很尷尬 還有他 還有他 有一個最差的是 他只有Buds 劇情上值得看 但他沒有一場比賽 我覺得是 好看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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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對 沒有 只有他硬差 有時有些A.J.沙龍對John Cena 中一對Semi Sing 有些事情都看得到 甚至你Charlotte對Charlotte 有些事情都試過 九分以上 但問題是 你TN 我真的沒有一場會給超過八分 真的 唉 沒有 即是 有人 在裡面 是可以做到這些事情出來 但你又不要太善勇 這一方面你是比WWE更差 哈哈 沒辦法 然後 團體的 還有哪些呢 R.H.O.H. 放不放呢? 鞋車 哪可以放 你也可以 整體都無不過不失 但走很多人 走很多人 這個沒辦法 EVOLV呢? EVOLV我不敢說 因為我真的少看 這麼多Indie來說 其實我看Progress 很多看EVOLV EVOLV其實今年也算不錯 如果我可以放到R.H.O.H. 應該怎樣都可以放 EVOLV OK 好了 全年最佳大會 順序 Wrestling Kingdom 一定有的了 Wrestling Kingdom 大二門 我和你看那一場 對 因為你到現在年尾還很記得 一些比賽 尤其是最尾的幾場 你AJ對中一 什麼會比彭喬對Lokata 都加上美好 很完美 極臨 對 很好看 不,真的 柴田對石井又很好看 所以其實很果實 我們的比賽都不錯 唯一 另外還有什麼能夠跟你們串 有 Dom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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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Dominion也很可以 也很好看 Dominion 也做到一個很多 的比賽 包括你、Okata、萊藤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G1那些那麼散 我就沒有特意說 接著西日本還有些什麼 G1 final 有沒有呢? 沒有 G1 final 太弱了 因為你只有一場 最後一場只能看 反而過了G1的King of Profession 是好東西來的 因為他有軟騰症度對Okata 還有有Obega對後騰 這兩場是很棒的 不過你說整體上 他只有這兩場 他整個show就是靠這兩場 其他那些都沒什麼提頭 所以你說如果我殺一本 我只會放兩場 一個就是Dominion和Wrestling Kingdom Dominion和Wrestling Kingdom OK 我有一個心水 PWG Battle of Los Angeles 第二晚 第二晚 現在改的地盤 因為很多比賽很棒 尤其是那一場 你有一場這麼嚇死人的6-man tag 是 這一場你不擺 真的被人罵嗎? 這個我不反對 OK的 我也覺得這場應該很棒 那晚你還有很多非常棒的比賽 你卡羅拉利對Matt Riddle 這個很好看的 你接著你 阿... 你卡馬達爾斯對Travel 這個也很好看的 你接著你... Fenix Pennacon Junior 對著一個Hero... 那隊... 糟了我忘了那隊叫什麼名字 Heroes eventually died Heroes eventually died 這個也很好看的 所以... Battle of Los Angeles 第二晚 一定會放 Take Over 有沒有選擇呢? Take Over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有一個就想說 不知道算不算大會的 Cruzorikasic Final 但是他算電視節目 他算網絡節目 不算大會 因為他也是那種FullSero 算不算大會? 但是他也兩個小時 對 這個... 這個很矛盾的 你要讓我考慮一下 這個你要讓我考慮一下 這個就... OK 這個... Cruzorikasic Final 那個我就真的不懂得怎樣分 還有沒有什麼呢 Heroes那隊有什麼選擇呢 Heroes那隊有什麼選擇呢? 其實Heroes那隊不是太爆 如果你真的... Take Over 那就是Dallas 那個 就是中一代表那個 Take Over Dallas 那個 他除了中一代表之後 他還有什麼呢? Ascar 贏Bell Ascar 贏B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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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car 我忍奏 Ascar 贏Belly Ascar 有 25分鐘 然後才看Ascar 贏B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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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說List 上台比較難 是不是要全部上台的List 你有沒有看過我的List 當然有啊 你那裡有20場 那裡是Top 20 不如說我來講Top 10 在那裡抽Top 10 一條抽的啦 你怎麼可能 那裡全部20場 第一場一定選擇 這個最大業務的Okata 打這個 對 那你跟著 內藤 內藤打奧美加 內藤打奧美加 一定有很多人斬我 對 然後還有石井對Okata 石井對Okata 然後Okata打後藤 那場是Final 那場 哦 Final那場 Ok Final 如果我不放我都是會被人斬的 那這裡都幾場 5場 4 4 5場 5場 OK 其實今年很多 很多啊 我們說真的會有機會贏的 那 Recochet 對Will Osprey 那這場呢 沒有剛才那些 其實都是大業門的 但是比他好的 真的 更加多 但如果你說Top 10 他應該可以進到的 可能第9 或者第8 那 好 接著 PWG Bowler 第二晚 那個Six Man Tank 啊 Top 10 OK 這場可以的 沒問題 嗯 那 All Star Extravaganza 那場 Leader Wars Leader Wars 可以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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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到不到呢 那場 Top 5 又沒做Top 5 但是 那邊 不是5 6 第6 6 7 那 然後 還有哪些 欸欸欸 這一場 我一定不放有人斬 AJ 對中一 OK 可以 AJ 中一 接著 其實 主場 那邊 真的不多 嗯 有一場 都很精彩 就是 TJP 對 反復 整個 Cruiseway 我覺得最好看 TJP 對反復 OK的 是嗎 包尾的啦 Top 10 他也是包尾的 我在想 就是 不是啊 有一場有電放 嗯 Revival 對這個 Johnny Gargano U4 這個我給10分 因為 OK 好的 這個我同意 這個要放啦 然後 喏 彭蕭和Okada 我多放一場 G1 打和那場 打和那場 因為那場 也挺刺激的 很難刺激的 所以 所以 其實今年 最佳比賽 候選分比去年多 我去年好像不只放五場 但是今年太 但是 一一真的好看 真的太多 很多 OK 然後 其實還有一場 Revolution Pro 的 Will Osprey 對 這個叫做 Marvis Grow 對 他們打太多 他打很多 很多 都打過 所以他們駕輕就熟 他打得很好 但是 這一場是年頭的 然後 可能 年尾 這段 期間 你看到 他們 打得太多 的時候 會打 但 你再看 那場 其實那場 也是很刺激的 對 對 所以 還有沒有 我們 沒有啦 你TOP 10 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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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裡 哈哈哈哈 對 就是這裡 看看我們 看看我們 找人 再來一個 Discution 那時候 我就不知道 龍錄 我不知道會不會Live 但是 我可能都會錄下 如果我能夠出門 我能夠出門 才能夠出門 但是 我們都要講 等你去完 Trips 對 或者 我去Trips之前 我都會有些 不需要我們去Discuse的 那些 很明顯的 那些 那些 項目 我會預先公佈出來 有些 太明顯的 那就是 好啦 好啦 那這一集 我們 2016的 最後一集 OK 對 下一集就是2017的 對 希望2017我們這個節目 可以繼續做下去 因為 因為 這個死人WW 今年搞得 我 我和Johnny都很沒心機 哈哈哈哈 但是 他明年應該更加沒心機 唉 你的死人頭 真是 我不知道 死人 WWE 希望 就是 看看下年 他們 摔角界 就是 那些叫什麼 我不知道 那些叫戰國時代還是什麼 就是 總之是 幾間團體組合一個聯盟 然後 另外一邊上又組合同一個聯盟 就是 會分了很多個 但是 很期待那些 網絡化 除了WWE 網絡化 他好像 上年有些新聞 也有些 有些機構去搞自己的摔角網絡 是的 找一些獨立 希望他們真的成事 真的搞了一件事出來 變相 我付錢的 我真的 我不看你做WWE 就不看了 我就自己付錢看其他東西 就是你那些東西成立的話 那些人 那些選舉的角色 就不會說 只是向錢看就去做WWE 因為你另外也有機會 那可能 那些能夠吸納他 那變相 可以 除了看WWE 看西日本世界 那些人 那些人 就不用自己在外地 到處去找 變成有一個統一性 我可以只看India 可以去一些 給了一塊錢 就可以看很多東西的地方 那希望明年 又搞得成這樣 這個是我 對於2017年最大的希望 就是希望 但是真的要找一些 煙子看 不要下調 你看邪道的東西 就是我當然覺得邪道的東西 是 謝謝他 謝謝他分享 我們才能看到 但是有時候下體邪道 也不開心 我真的想付錢 支持那間團體 那我也有個渠道 就是給這些粉絲 都可以有個渠道 就是這樣 我現在也在想 就是我好不好 開始付錢 給Stardom 就看他們的東西 是啊 Stardom有個網絡 我近期 就是這個禮拜 都找很多Stardom 他的比賽 就是 子雷 寶城 那些 真的沒得說 一寶城 就是我 我第一名選手 還是我 OK 好 希望找多些他們的東西來看 還有 希望下年 就是 今年也有很多 比賽 漂亮的比賽看 希望下年 都能保持這個水準 或者更好一點 我最後這一杯酒 OK 恭祝各位 下年 身體健康 什麼都好 OK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我是Rick 我是Donnie 2017 再和大家說宿角 先喝杯 就這樣 拜拜 拜拜